痛風症 痛風症其實在香港是非常之普遍的 它是其中一種最常見的發炎性關節炎 根據2016年的一項數據所說 大概有3%的香港人患有痛風症 痛風症的成因其實簡單來說 主要就是由於血液裡面的尿酸水平的濃度過高 當尿酸的濃度過高它們會形成一些結晶 積聚在病患者的關節裡面 這些結晶會刺激我們的免疫系統 從而引起組織的發炎 痛風病一般影響的病患者都是40歲以上 其中以男士為主 特別是如果男士經常喝酒 或者經常吃一些高普林成分的食物 包括譬如內臟 包括海鮮類 特別是貝殼類的食物 其實除了上述的人士之外 如果體重過半 或者他本身有一些特別的內科病 譬如有慢性腎病 或者有一些血科的腫瘤科病 都是屬於痛風病的高危一族 痛風症一般前期的病徵就是突發性的關節發炎 一般來說都是單一關節受影響 而其中最常見的就是腳趾弓這個關節 如果有以下的情況出現 其實就應該合組治療 包括如果一年之內出現多過兩次的痛風病發 如果病患者同一時間都有痛風石的形成 又或者除了關節發炎之外 已經有腎石或者尿石症的症狀 其實這些情況是已經一定要及早治療的了 因為如果我們不及早治療的話 痛風症是會對關節帶成一些永久性的侵蝕 以及令到功能可能真的會有回不了頭的影響 治療痛風病主要分開三個部分 第一部分我們需要建議我們的病患者 需要改善他們的飲食習慣 減少飲酬 以及減少食高普林成份的食物 如果有體重超標的話 需要多做運動減低他的體重 對付急性痛風症的時候 有需要的話 我們會處方非類固醇的抗炎藥 去幫助病患者 如果病患者有別的疾病 不可以吃這些藥的話 就會用一個叫做抽水仙間 同樣是可以控制急性病症的 但說到要根治痛風病呢 其實最主要都是要把血液裡面的療酸水平 調教到正常的水平裡面 那我們就要用到抗療酸藥 抗療酸藥的第一線治療 依然都還是 Depusal 它已經用了好一段時間 也都有效地幫助很多 我們患有痛風病的病患者 但是它相對來說 比較高風險會有一些過敏性的反應 嚴重的話 可能真的會有性命危險的 所以現在我們就已經發明了一些叫做 新一代的抗療酸藥 新一代的抗療酸藥 在抗療酸的效果 和它的副作用的各方面 都比前一代的藥為好的 其實除了吃抗療酸藥之外 其中一個大家很多時候都忽視了 就是我們需要經常性地去監測 血液裡面的抗療酸水平 因為如果抗療酸水平在吃藥之後 都真的不能夠達標的話 其實有需要是真的要再請教醫生 去調教抗療酸藥的份量 才可以真正正正地醫好這個病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